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是圣经开篇《创世纪》的第一句话 这与我们从小接受的进化论的观念截然相反 生命是自然演化而来还是被某种高等智能设计创造的 这是关乎宇宙与生命起源的两种观点 它们之间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欢迎来到天天观世界 今天我们讲的是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 我们是怎么来的 在生命起源的问题上 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观点截然不同 创造论认为从原始到复杂的各种生物 都是由其他智能生命创造而来 比如由上帝或者外星生命创造 但进化论却认为生命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由无机物变成有机物 由有机物演化为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 单细胞的生物又演化成了多姿多彩的多细胞生物 那么这两种生命起源理论是如何产生的 它们的依据是什么 究竟哪一种更有可信度呢 我们先从进化论说起 进化论的提出 在古代人和动物对立的观念在东西方是共通的 九月圣经中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以及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西伯来人 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徒认为 人类介于神和动物二者之间 针对人与动物的关系 神创论明确主张 神在创世时便确定了 人不同于动物 人优越于动物 但是 1859年大尔文发表的物种起源 给了人和动物对立的观念 以致命的遗迹 1831年12月27日 英国博物学家大尔文 搭乘海军探测船小猎犬号 离开普利茅斯海港 开始了一场历史五年的环球旅行 这次旅行 开始的时候并无特别之处 但在结束后 却震动了整个世界 它的直接结果是 进化论的诞生 间接结果 则是社会大尔文主义的 发酵和爆发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尔文如何发现了进化论 这其实是一次偶然的发现 大尔文在南美洲考察时 在安底斯山山顶上 发现了海洋生物的化石 这让他感到困惑 在小猎犬号起航时 大尔文曾带了一本 英国地质学家 莱尔所著的地质学原理 莱尔认为地球的地形 地貌是经过长时间 不断的细微变化的结果 莱尔相信风力雨滴 冰雪等微小的力量 持续千万年后 他们就可以完全改变地表的形貌 大尔文本人也相信 只要时间足够 无法察觉的细微改变 也可以造成巨大的变化 大尔文推算 白厄纪中期 距今约有三亿年左右的历史 持续长时间微小的地震等自然因素 使得原来在海中的生物遗迹 能在高山上发现 在旅行的第五个年头 也就是1836年 大尔文登上了南美大陆旁的 科隆群岛 即加拉巴哥群岛 这里号称世界上最美丽的群岛 生活着一些不寻常的物种 例如鹿生猎蜥 巨龟和多种类型的雀类 在加拉巴哥群岛考察时 大尔文发现 每个岛屿上的鹿龟及雀鸟 并没有很大的差异 但又有些许的不同 他又发现 加拉巴哥群岛的生物 与南美洲大陆的种类非常相似 于是 他开始怀疑岛上生物 可能有共同的祖先 它们之间的差异 是由于千百年来 适应各个岛屿不同环境的结果 每一个物种 都是一些细微的变化 在无数个世代的积累产生的结果 生物进化在当时并不是新的概念 1809年 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提出 当环境改变时 物种会调食自己的器官来适应环境 常用的器官会发育变大 不用的器官会逐渐退化 并且这一代获取的改变 会遗传给下一代 但当时没有科学证据 可以证明用进费退和获得性的身体特征 可遗传的假说 后来 阿尔文又从英国人口学者 马尔萨斯所著的人口论 得到零版 马尔萨斯提出 人类粮食的生产 永远无法赶上人口的增加 粮食供不应求 会引发饥荒或战争 最终导致人口减少 阿尔文一字隐身到 生物演化发生的机制 演化是生存竞争中 自由淘汰的结果 食物与空间等资源有限 只有最适应环境的个体 才能生存下来 延续族群 物竞天泽的概念 逐渐在达尔文的五年环球考察过程中形成 在1836年回到英国后 达尔文慢慢将他的看法写成文章 但并没有发表 大部分学者认为 达尔文持了很久才发表他的作品 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引起教会势力的强烈反弹 1858年 达尔文接到在马来群岛调查的华莱士 有关物种形成的来信 华莱士对于物种形成的看法 和他有很多相似之处 物种起源的序论中 也提到了这一段过往 一方面 达尔文害怕被怀疑 剽窃后背的想法 另一方面 华莱士的支持 使他增加了信心 于是两人在1858年的伦敦林奈学会中 以两人共同署名的方式 发表了有关物种形成的看法 接着 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 进化论从此诞生 加拉巴格群岛 此后也被称作进化岛 达尔文 物种起源的核心是物竞天泽 适者生存 同一物种在繁殖后代时会产生变异 那些适应环境的变异个体将存活下来 不适应环境的变异个体则被淘汰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 经过无数次自然选择 微小变异积累而成为显著变异 由此可能导致新物种的形成 由此 物种在自然选择的机制下 向着更加适应环境的方向逐渐演化 自古以来 人们都认为 自然界这么多的物种 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是被神或其他超自然力量 一下子创造出来的 但是达尔文进化论则提出 所有生物都只有一个共同祖先 自然界的生物 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而是由简单到复杂 由单一到多样 演化形成的 物种起源一书 提出了物种变异和自然选择的思想 这预示着人类的起源 也据此有了新的阐释 随后 1871年达尔文发表了 人类起源 他根据当时的科学材料 指出人类的动物祖先 在很早的一个阶段是水期的 像某些海峭的幼体一样 生活在海里 后来经过鱼类的阶段 两栖类阶段 蛤行类阶段 进化为哺乳类 在高级哺乳类动物中 虎猴逐渐发展成原类 人类最近的祖先 就是古代的某种原类 所以 人类不过是生物进化形成的 一个动物物种而已 这样一来 达尔文的进化论 就彻底否定了 人和动物对立的二元结构 在达尔文提出的 由鱼类到人类的进化书上 人类不过是一个很小的知察 进化论的时间维度 在达尔文进化论之前 自古以来 人们都是根据事物的属性特征 来定义事物的 拿分类学来说 自然界有多种多样的生物 人们都是根据这些生物 在形态 习性 公用等方面的一同 对它们进行分类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分类方法 统称为性征分类法 性征分类法 只对生物做静态的分类 物种之间有明确的界限 尔文的进化论 首次把时间维度 引入生物分类学 把不同的物种 按照发生时的顺序进行排列 这样一来 既打破了物种之间的明确界限 又颠覆了物种不辩论 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相互关联 无论是鸟类和香蕉 还是鱼类和花卉 它们在遥远的古代 都属于同一个家族 自进化论诞生之后 相对于创造论 关于生命的起源 有了另一种解释 但它和创造论的斗争 一直没有停止 其实 尔文的进化理论 在诞生时 也并非完美无缺 当时一些生物学家 对是否接受这一观点 犹豫不决 一些神创论者提出 进化论在当时 存在着三大疑点 尔文进化论的三大疑点 首先 缺少过渡性化石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 生物进化 是在环境的选择下 逐渐发生改变的过程 因此 在旧物种和新物种之间 应该存在过渡形态 而这些 只能在化石中寻找证据 但是 在达尔文的论文发表时 在当时已发现的化石标本中 找不到一具 可视为过渡性的 达尔文认为 这是由于化石记录不完全 并相信进一步的寻找 将会发现一些过渡性化石 确实 在物中起源 发表两年后 从爬行类到鸟类的过渡性 十足鸟化石出土了 后来 各种各样的过渡性化石 纷纷被发现 最著名的莫过于 从原到人的原人化石 如今 被称为过渡性的化石 已有上千种 与已知的几百万种化石相比 仍然显得非常稀少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生物化石都是偶然形成的 因此 化石记录必然非常不完全 另一方面 按照现在流行的间断平衡假说 生物在进化时 往往是在很长时间的稳定之后 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向新种的进化 因此 过渡形态更加难以形成化石 第二 地球的年龄问题 既然进化论认为 生物进化是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 它就需要无比漫长的时间 阿尔文认为 这个过程至少需要十几亿年 但是当时物理学界的泰斗威廉 汤姆逊 也叫凯尔文勋爵 他是一个神创文者 他用热力学的方法证明地球 只有一亿年的历史 对于权威的物理学家的挑战 阿尔文无法反击 只能说 我确信有一天 世界将被发现 比汤姆逊所计算的还要古老 我们今天已知道 阿尔文是对的 而汤姆逊算错了 如今的地质学界 由千册年法计算出 地球有四十几亿年的历史 而至少在三十亿年前 生命就已诞生 而在当时 在地球的年龄问题上 人们显然更倾向于 相信物理学权威 第三 缺少遗传机制 阿尔文找不到一个 合理的遗传机理 来解释进化论 当时的生物学界 普遍相信 所谓融合遗传 父方和母方的性状 融合在一起 遗传给子代 这似乎是很显然的 白人和黑人结婚生的 子女的肤色 总是介于黑白之间 威廉 汤姆逊的学生 苏格兰工程师 简金 决此指出 一个优良的变异 会很快地被 众多烈等的变异融合 稀释掉 而无法像自然选择 学说所说的那样 在后代保存 扩散开来 阿尔文虽然从 动植物培养中 知道一个优良的性状 是可以被保留下来的 但是他没有一套 合理的遗传理论 来反驳简金 阿尔文被迫做出让步 承认用进费退的 拉马克主义 也是成立的 可以用来补充进化论 阿尔文进化论的一个 重要概念 是生物的变异 那么 变异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 物中起源里 没有回答一个重要问题 那就是 可遗传的性状 以及变异 如何从上一代 传给下一代 阿尔文苦苦追寻 依然没有找到答案 最后 他不得不在 物中起源里 提出一个模糊的概念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来会打动 对于大尔文来说 现代遗传学 是一个黑匣子 阿尔文及其知识者 和批评者都清楚 在这个黑匣子 被破解以前 任何理论 都是不完整的 1868年 阿尔文发表临时假说 范生论 尝试以此阐释 遗传黑匣子的内部运作 范生论认为 生物体各部分细胞 都不断释放有机小颗粒 即所谓的微芽 或者叫贩子 它们可聚集至性献 并最终传递给子代 使其呈现清代形状 其实 在范生假说出现的两年前 格雷格尔 约翰 孟德尔发表了如今著名的 豌豆杂交实验结果 尽管当时无人问津 包括当时的达尔文 孟德尔的豌豆实验 是把一种开紫花的豌豆 和一种开白花的豌豆 进行一花传粉 第一次接出来的豌豆开紫花 第二次紫白相见 第三次全白 后来 从豌豆杂交实验结果 孟德尔得出了相对性状中 存在着显性和隐性的原理 孟德尔认为 遗传单位 也就是基因具有高度的稳定性 一个显性基因 和它相对的隐性基因 在一起的时候 彼此都具有稳定性 不会改变性质 这些被后世成为孟德尔定律 总体来说 孟德尔的结论 足以解释遗传学的黑暇子 1900年 三位植物学家 各自重新实验 并验证了孟德尔的结论 有些人评价 达尔文主导了一个 复杂而庞大的科学谜题 孟德尔则负责填补缺失的拼图 其实 孟德尔对后世的影响远不止此 孟德尔对遗传学的影响 基因一词 是在孟德尔之后引入的 现代遗传学中的基因 通常被定义为一段编码 RNA的DNA分子 DNA指导蛋白质的合成 孟德尔研究的每一个生物表现性状 比如 豌豆花瓣的颜色 都有一个DNA分子控制 这种简单的遗传模式 现在被称为孟德尔遗传 也叫单基因遗传 多基因遗传与之对立 一个生物表现性状 受许多基因共同控制 目前 科学界已记录下六千多种 遵循孟德尔定律 并由单个基因控制的人类身体 表现性状和疾病 其中大多数性状的控制基因 已被确定 然而 生物学中的大多数性状 包括人类的许多常见疾病 例如糖尿病和炎症性疾病 都呈现更复杂的多基因遗传 许多基因以及环境因素 都会增加患病风险 基因研究也给农业育种 带来了变革 基因革命之前 人类不可能以现有农作物品种 和畜勤种群养活八十亿人 而近些年 科学家正在使用全基因组研究 来提高农作物产量 和家畜的品种优化 2001年 第一个人类基因组序列发布 随着技术突飞猛进 测序速度提高了 而成本下降了 眼下基因组学领域 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那就是为地球上所有鱼类 所有脊椎动物 甚至所有真核生物测序 此外 基因组测序可释放古DNA的全部潜力 使重建古人类和现代人的进化历史成为可能 在测序技术帮助下 科学家还能顺利地研究100万年前的DNA 直接从时间维度 携入生物的茫茫进化石 到目前为止 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创立170多年了 在其诞生之初 它是作为一种假说被提出来的 这些年 学术界已经完善了 由千册年法对化石证据的排序 和基因证据 从此 进化论在科学上被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少 但即使如此 哲学层面的争议至今仍未解决 进化论在哲学界的争议 随着进化论的兴起 在19世纪的欧洲 自然神论也开始萌芽 在自然神论的世界观里 上帝虽然创造了生命 但他随后就停留在大自然之外 并不参与大自然的运作 而进化论构建的无神论世界观 对哲学界的影响 远远超过了对科学界的影响 如果自然界自身可以产生生命 并进化出人类 那么人们就不必相信 有一位上帝了 哲学家尼采甚至高呼 上帝已死 当时 阿尔文提出进化论不久 进化论构建的无神论世界观 在哲学上首先被一些人接受了 按照进化论的世界观 人类是在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的竞争中 生存下来的物种 大自然用一种残酷无情的筛选机制 消灭了一些生命 保留了一些生命 而这种自然选择 仍然在继续进行 那么 我们该如何在这个进化过程中 做一个生存下来的适者呢 按照这种世界观 保证自己不被无情的竞争所淘汰 成了人们生存的首要目标 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 将逝者生存的理论应用在社会学领域 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刚开始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中 人类被分为不同的种族 种族之间的关系 被描述为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 在德国 恩斯特海克尔于1899年 通过《宇宙之谜》一书 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进了德国 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 提供了精神源泉 希特勒鼓吹日耳曼民族为优等民族 在全世界进行扩张 其思想也是根植于社会达尔文主义 创造论提出 如果人类严格遵守优胜劣汰 人与人之间无情竞争 那么人应该具有豺狼般残暴的性情 才是合理的 可是人内心的道德观 比如平等 博爱等恰恰与进化论的自然法则相反 甚至水火不容 创造论认为 在道德层面 落入强识的竞争机制 违背了人伦道德 人的道德 呼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宽容与人爱 这种普遍的道德意识 显然不符合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 创造论提出的第二个哲学层面的问题是 机会 设想在远古的地球上有一个池塘 池塘里有一些原始物质 有一天天上打雷 闪电击中了这个池塘里的原始物质 于是产生了氨基酸 然后氨基酸就形成了构成蛋白质的基本材料 而且类似的事情要发生很多很多次 地球上才能产生出足够多的生物 从数学概率上推算 概率几乎为零 当人们相信生命的产生 就是偶然的小概率事件 接下来导致的哲学思考就更严重了 如果人的生命是大自然进化过程中 偶然事件的产物 那么你和我的存在就是一种巧合 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目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创造论提出的疑问是 进化论的世界观如何解释人存在的意义 当人们陷入对人生意义的迷茫 虚无就成了人们必须面对的内心焦虑 创造论批评说 如果人类处在进化的过程当中 那么在竞争中成为强者就成了终极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人们可以不择手段 甚至违背道德伦理 于是一个把进化论当作信仰的社会 道德很容易就会沦丧 为了达到目的 而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 就成了主要的人生哲学 想一想 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是不是这样 今天仍然相信创造论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融合了创造论与进化论 一种观点认为 造物主创造完了自然规律之后 就不再介入自然界 任凭自然选择的机制引导物种进化 这种观点和自然神论很接近 另一种观点认为 造物主创造完了宇宙之后 仍然介入物种进化的过程 某个神秘的造物主引导基因突变 保证一种生物进化为另一种生物 促使生命体从简单进化到复杂 自然选择是造物主维护的进化过程 人们常说 人类历史上两次重大科学突破 第一次是日新说 第二次就是进化论 进化论体现了科学家通过大量的科学事实 对地球上生物进化机器原因进行的全面 系统的科学阐述 从而使人们未能解决的生物进化问题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但时至今日 一些人仍然相信 我们是有目的地被创造出来的 生命到底如何起源的 相信创造论和进化论之争 在未来还会持续下去 我们认为自己 从哪里来真的那么重要吗 绝对重要 从古至今 我们看到不同的世界观 如何影响人的行为 我们看到历史上焚熟坑儒等 最不为人道的人类行为 不仅被姑息 甚至被纵容 所以我们认为自己 从哪里来真的很重要 所以 我们再次问这样的问题 我们是有目的地 智能设计的产物 还是宇宙中 无数偶然事件的结果 相信每个人心中 都有自己的答案 感谢观看 天天观世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